美国宇航局城 周三9月28日 从国际空间站拍摄的视频见识 飓风伊恩在佛罗里达州麦尔斯堡附近登陆 飓风伊恩以灾难性的力量 袭击了佛罗里达州的墨西哥湾沿岸 带来了咆哮的大风、暴雨和危险的海浪 使其成为有记录以来袭击美国的最大风暴之一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NHC报道 伊恩以四级飓风的身份 在卡约克斯塔岛登陆 延续风速高达每小时150英里 约合每小时241公里 风暴的风速接近萨菲尔辛普森五级 这是风暴的最严重级别 最大持续风速至少为157英里每小时 但据国家飓风中心称 预计伊恩登陆后会减弱一个等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